扎匀腌制10分钟 天气一变了我就喜欢别鲜 炒到鸡肉开始冒油 加满没过食材的加盐和胡椒粉调味 塞一把枸杞营养又滋补 我家孩子因为这碗汤干了三碗饭 腿肉 黄瓜 洋葱 蒜末和小米辣 好吃的关键是这瓶泰式风味汁 其他什么都不用加了 腌制两小时就可以吃起来了 做的不够正宗 进去加挡身 莲子 过过食材的水包机 滑开 诸度切体营养的诸度包机就做好了 赶紧试试吧 不要丢了 买椰子像我这样太年轻了 不过都不好消失了 才弄好 鱼 好吃的腊肥 过滤好的叶浆 把油渣的部分过滤掉 杂质 所以我们要再过滤一遍 这椰子油 做好了 做给人家爱的人吧 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饭店大厨都在用的白酌汁 味道真的很 是开下木耳腹竹和藕片 粥水一分钟捞出饭渣半 酸辣爽口的凉菜就做好了 滤满糖 平时做大蒜叶 满屋飘碎